天主圣三节 在今天的主日 我们纪念天主圣三节 我们庆祝这个节日 我想首先邀请大家合上眼 我们进入内心祈祷 我们向天主祈祷 如果我问大家 如果我们真的进入祈祷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谁呢? 如果我们有一个对象 是天父 圣子 还是圣神呢? 我想我们大部份的人 都是看得耶稣像多些 我们会想到的 就是可能看到这些 我们见过的想 耶稣的着 究竟我们要向谁祈祷 谁是我们真正要向祂求的呢? 其实为我圣三 当然我时常告诉别人 圣三是奥秘的 我们修演来读书 圣三的道理 所以说半年 说来说我们都在说圣父 未到圣子 圣神 已经学期完 究竟圣三的奥秘是怎样? 今天我想用一个想法去说 当然任何想法去解释 都不能完全表达这个奥秘 天主圣三 正好说是生命 生命是不断地延续 我们要由我们每日的经验里头 我们见到 我们看到 我要透过我的经验去反省 然后去明白一些道理 这个道理不是绝对的 不可能将我年纪再大一点 我又会看事 有个不同的角度 我会看到幅度 原来生命 圣三 就像这一生命 我们不断的经验 在共用之中 我们来找这个的整合 就像我们今天读经所说 耶稣提醒那些门徒 我跟你说了很多东西 你们听了很多东西 但是你承担不了 是需要怎样? 需要有圣神 这个真理之神进入他们 是帮他们了解 什么是真正的真理 负责这个真理 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看到耶稣他的生命 他每日都去祈祷 每晚他独自上山祈祷 进入他的内心 在圣神之内 他明白天父要他说什么 做什么 所以耶稣他时时说 我很记得 我是被派遣的 我说派遣者要我说的说话 我做是这个派遣者要我做 如果我们要学耶稣 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 每日我真的会静下来 我进入我的内心 我求圣神帮我 能够接受到天父的启示 很多时候我们跟人说话的时候 都很绝对 就是我说的更对 其实我们不是面对事实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他绝对真理 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 如果我们不学习 好像耶稣的榜样 我们在生命里头 我们时时要静下来 当然教会提醒我们 多些看圣经 多些明白教会讲的道理 让我们尤其是今天 我们要在这个世界的冲击 这么多新的事物 我们更加需要重新去看看 天主教的要理 也都要看看教宗 他出的这些通语 这些教会继续很新的提示 让我们透过这些 有一个认识 然后我们要在祈祷里头 求天主光照我们 让我们在我们 能够明白的这些事理之中 恩着圣神的帮助 我们明白的事理 都要求圣神帮我们生活出来 让我们能够活在耶稣之内 活在天父之内 真理之内